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和男友杨树友恋爱长跑五年 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了 我坐在婚车上 手里捧着精挑细旋组合成的手捧花 心中有激动有紧张 车子停下 我深吸一口气 脸上扬起笑容 打算用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来面对大家 给自己一生一次的婚礼 一个完美的开场 可是我没想到 等我打开车门的时候 等我的不是众人欢庆的祝贺声 而是陌生人无底线的昏闹 几个男人猛地冲到了我面前 精心准备地手捧花被人打落在地 采成一地碎泥 而我也被几人牵制住 脸上不知被谁声啃了好几口 夹杂着蒜臭味的口气熏得我想吐 我先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一猛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尖叫着开始反抗 眼尖的我看到 站在一旁看热闹式的婆婆和小姑子 便努力向他们一去 想要他们帮我阻拦一下 这几个肆无忌惮的男人 然而好不容易挤到他们面前后 小姑子伸手 却不是帮我牵制 对我动手动脚的男人 而是死死地按住了我挥舞反抗的双臂 小姑子间隙刁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是我们这边的习俗 嫂子懂事点 可别破坏这喜庆的氛围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小姑子 知道对方不会帮助我之后 我又转头看向了站在旁边嗑瓜子的婆婆 和我对上视线后 对方呸呸两声吐出嘴里的瓜子皮 口上斥责道 亏李时兴你还是21世纪的新娘呢 怎么还那么守旧 现在昏闹不都这样吗 大家这是把喜气带给你 你可别不知好歹 几个仍在我身上作乱的手的主人文言 顿时哄笑一团 可不是吗 哥哥们带给你的可全都是喜气 咱们新娘子可要好好接住 不要拒绝呀 别让喜气流了出去 我环视一圈 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人群 没有任何一个人上来帮忙 我大概能知道他们的心思 毕竟和我最近的婆婆和小姑子 还向着那群欺负我的人 训斥我不懂事呢 他们自然也不会自找没事地上来 讨人嫌阻止 我闭了下眼睛 明白今天这场我期待已久的婚礼 怕是不能如我所愿的完美举行下去了 下一刻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 挣脱小姑子的双手 迅速地拔下了头上的簪子 用力地朝着那只不老实地手刺了过去 下一秒 杀猪般的嚎叫响起 鲜红的鲜血涌出 染红了我的白纱 也驱散了身前作乱的其他人 众人皆是惊惧地看着我 似乎没想到一个弱女子能狠成这样 还不等我说话 静忌的氛围中 突然响起啪的一声 我的头随着这一巴掌被人打得歪了过去 脸上迅速浮起一层红肿 可见扇巴掌的人是没有收力度的 李时星你要死啊 大喜的日子你敢弄伤客人 你是不是诚心给我们老杨家难堪 我冷冷回头 下垂的手也迅速抬起 以更狠更快的速度扇了回去 婆婆尖叫一声 脸上顿时出现三道被我眉甲划破的伤痕 老东西我看你才是要死 真当我是那些不敢反抗 任由你拿捏的娇娇小姐吗 本来今天是我婚礼 不想闹得太难看的 没想到你们给脸不要脸 给我接着习俗的由头搞骚扰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警局一日有好了 让警察来停亭里 听到我要报警 周围刚刚还装死的人 顿时做起老好人来 左劝一句今天结婚大喜的日子闹到警局不值当 用训一句大家都是玩乐 让我大肚点别太较真 我反口就对了回去 你大肚你咋不让人按着亲呢 劝我大肚的女人脸色一黑 嘴里开始嘟囔我不懂事 一片指责声中 我听到一声怒吼 臭婆娘敢弄伤我 今天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就不幸留 体型壮大的男人 手里拿着一块红色的砖头 面目凶狠地向我扑过来 我仓皇地向后退去 结果却被人绊了一脚 一个踉跌跌倒在地 转头 我看到了小姑子面上得意的表情 他对着我做口型 活该 正当我打算奋力一搏的时候 弯腰欲要砸我的男人 被人一脚踢开 重重地摔到地上 抱着膝盖打滚哀嚎 我抬头看去 是杨树友 我谈了五年 即将变成我丈夫的人 刚刚受到的所有委屈 瞬间袭上心头 下车以后 我第一次红了眼睛 杨树友小心地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冷着脸看向婆婆 你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 会把小星好好地接进门 就是这么接的吗 婆婆眼神犹疑 有一瞬间的心虚 不过下一秒 她就又挺直了腰杆 理直气壮道 我怎么了 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 就是为了让你为别的狐妹子 凶你老娘吗 别人家的媳妇 都是这样过来的 也没见人家说什么呀 还不是李时兴 她自己太小心眼了 好好的一个婚礼 被弄成乌烟瘴气的 我还没有说什么呢 你倒不耐烦上了 说着话 婆婆刘贵芬 开始坐在地上摸眼擦泪 诉说自己的辛苦 哎呦哎 大家伙都来亭亭理啊 她杨树友小时候被人丢了 使我好心捡她回去 供她吃喝 让她上学 一把屎一把尿把人拉扯大 结果转眼就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杨树友气到胸膛起伏 不知如何应对她养母的胡搅蛮缠 每次都是这样 一遇到自己理亏 或者想要什么好处的时候 刘贵芬就会借着收养的名头 开始道德绑架杨树友 但是和杨树友谈了五年恋爱的我知道 杨树友不论是上学的学费 还是平时的生活费 都是自己打零公赚的 从来没有和刘贵芬他们伸手要过一分 甚至为了防止刘贵芬他们到学校闹事 男友还要缩衣色食 省吃俭用地给刘贵芬他们往家里面游寄钱 也正是因此 杨树友过得甚至连我这个无父无母 从孤儿院出来的人都不如 我往前一步 拦在杨树友面前 和刘贵芬对峙 你说你辛苦养大人 工人上学 那你敢不敢把手机转账记录 让大家看看 看看这么多年来 到底是你们养着树友 还是树友被你们一家人扒着吸血 见我提到转账记录 刘贵芬的气势一泻 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下来 杨树友抱歉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彻底死心般地看向地上的人 今天婚礼结束后 我会走法律程序 该给你的都会给你 然后我们自此一刀两断 不再纠缠 刘贵芬一听见断绝关系的话 顿时慌了神 起来就要拉扯杨树友的袖子 虚张声势道 什么断绝关系 你要真敢这样做 我就跑到网上骂你白眼狼 让你丢了工作 被人网爆 让你不得安生 我被对方这无耻的话语气到身心发颤 只疑惑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婚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也算是彻底毁了 明明在婚礼前一天 杨树友才刚刚给了刘淑芬五万块钱的孝心礼 就是为了不让他在今天捣乱 如今看来 这钱算是全为了狗 我心累得厉害 也不想被人当成猴子一样 继续围着看热闹 便不再理会刘淑芬带来的一众刁蛮亲戚 安抚着男友先进酒店 招呼我们自己的朋友 可是我没想到前世没有了结 后面又有了新的麻烦 我和男友挑选了好久的戒指 里面的男款戒指还在 女款戒指竟然不翼而飞了 我第一时间把怀疑的目光 落到小姑子杨梅梅身上 毕竟在之前 对方就多次表达出对戒指的觊觎 言语里多次明示暗示说自己也想要同样的戒指 和我对上视线后 杨梅梅不自在地把手往后藏了藏 而后叼门回队 看什么看 我可没拿你那破戒指 我眯了眯眼 刚刚对方手上明明有光亮 一闪而过 我掀起裙摆 气势汹汹地朝着杨梅梅走去 伸手拽出了对方的手 而对方右手的无名纸上面 正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女士戒指 想起之前刘淑芬想要杨梅梅嫁给杨树友 彻底一辈子赖上杨树友的恶毒心思 我怒从心中来 伸手就给了杨梅梅一巴掌 呸 真不要脸 偷你嫂子的戒指 安得什么心啊 杨梅梅反应过来后 扑腾着就要来薅我的头发 啊 李时星你敢打我 明明你才是贱人 我妈养了他杨树友这么多年 他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奴隶 庸人 要不是你 他怎么会起和我们断绝关系的心思 杨树友黑了脸 挡在我面前 拦住疯了似的杨梅梅 一伸手就把对方推倒在了地上 眉眼厌恶到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一辈子陷在你们知旧的泥沼里 我已经报警了 戒指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去和警察解释吧 警察来了之后 一直趾高气扬的杨梅梅 终于害怕了起来 拉着刘淑芬 害怕地流泪 因为女士戒指里面 纹着我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所以很容易判定对方的盗窃行为 杨梅梅因为涉嫌盗窃罪 被暂时带回了警局 还是刚刚我下车时 那一伙冲上来婚闹我的人 因为有婚礼录像作为证据 也全都被当成了骚扰罪 全都被罚款做了处理 于是刘淑芬一行人 顿时成了众矢之地 警察离开后 我听见被要钱罚款的人 气势汹汹地围着刘淑芬 抱怨要他赔偿 刘淑芬 之前是你说闹得越厉害越好的 现在我们因为你的默许丢了钱还受了罚 你总得有些交代吧 就是就是 明明是你说你的新儿媳性子最是好了 我们不管怎么对她她都不会生气的 结果现在那小娘们差点没给我们送进去监狱 你别是诚心搞我们吧 淑芬你这是办得是有些不地道 这样吧 依我看 你一人赔偿三千元 大家其他人也稍微大度些 这事也算是寥寥 刘淑芬今天本来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的 但是没想到事情会反转到这个地步 本来还都在讨伐我的人 在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后 全都掉转矛头 把刀对向了他自己 刘淑芬被一群高大的人围着 脸上再也不服之前的从容不迫 讨好的看向众人道 是是 是我的不是 让大伙遭受损失了 我肯定会赔偿的 说着话 婆婆看向老公 言语命令道 杨树有 你还不赶快把收到的礼金拿出来 还给你大姨大伯们 人家好端端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结果遇到这么晦气的事 这让我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头 我冷笑着看向众人 礼金 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问题的 貌似您说的这些大姨大伯们 没一个人给上礼金的吧 您这些亲戚还真是和您一样 都是一毛不拔 只进不出的铁公鸡啊 也不知道哪来的脸来吃人家的宴席 是真不怕期间吃得太猛噎着呀 众人脸色都有些难看 毕竟我的嘲讽他们无可辩驳 老公杨树有握住我的手 也冷着脸色看向众人 有什么问题 请你们离开私下解决 不然别怪我再次报警 说你们故意闹事 扰乱治安 经历了刚才的事情 众人也知道我们夫妻俩 不是什么任由他们拿捏的软柿子了 于是都兴兴着一张脸散去 我看到婆婆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明显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样子 我挑眉 看向离开的众人 还有我婆婆 她最是懂事理了 想来她是非常乐意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 所以你们可以带着她一起走 私底下商量赔偿吗 老公也随之坏心地补充了一句 我昨天才刚刚给了她五万块钱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她拿不出钱来 婆婆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极差 但是在她破口大骂之前 就被众人推丧着出了酒店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眼中都是放松的笑意 闹事的母女连带着她们带来的烦心亲戚一起离开之后 我们终于有序地将婚礼的后半截进行了下去 我原以为经此一事 婆婆她们总会消停一段时间 毕竟小姑子杨梅梅也得被关三天才能被放出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的房门就被人从外面砰砰砰地敲响 难听入耳的辱骂声隔着门不断地传来 李时星你这个扫把星开门 快开门 还有杨树有你这个白眼狼 我真是瞎了眼 当初才把你捡回去 我就该让你饿死冻死在大雨地里 省得你现在恩将仇报 把我亲女儿送进监狱里 呜呜呜 我苦命的老婆子啊 大家伙都来看看这对白眼狼夫妻啊 我的脑人被外面锤子敲墙般的声音刺激地生疼 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叮咚叮咚响个不停 我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业主群里面众人的抱怨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无奈起床处理这件事 毕竟才堪堪早上六点 总不能任由他一直这样扰民 门锁刚刚打开 刘淑芬就张牙舞爪地上来抓我的头发 小剑蹄子终于赶出来了 害我一下子赔了那么多钱出去 真是个烂心肝的人 你这样晦气的人怎么不早点去死 活该没爹没娘 被人抛弃 我早就防着刘淑芬的这一招 后退一步 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虽然和刘淑芬相处时间不长 但我也能看出来 她是典型的泼妇 不管自己有理没理 总是喜欢扯人头发扇人巴掌 尤其是遇到有礼貌的 不想惹事的善良小姑娘 更是蹬鼻子上脸 就差骑到人家脖子上拉屎了 婆婆收拾不及 直接狼狈地摔倒在地上 哎呦了半天 都没有爬起来 我和老公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没有一点上手帮忙的样子 甚至心底还有点幸灾乐祸 我原以为婆婆这次上门来 又是想要要钱 或者耍什么其他幺蛾子 但是她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直接让我呆愣在原地 脑子被雷劈了一样 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杨树有你个畜生 媚媚她怀孕了 你可不能把她扔在监狱不管 老公显然也呆愣在原地 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后 第一次暴跳如雷 怀孕了 就更不该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而我也从一开始的冲击里面缓了过来 伸手抱住老公的胳膊 安抚她的情绪 放心吧 树有 我相信你的人品 曾经杨树有在最穷困潦倒之际 她都没有伸手向我要钱 那是刚刚上大一时 因为刚刚交了学费 白天课业又非常繁忙 晚上不停息打工的杨树有 终于病倒了 因为在店铺中晕倒的事情 吓到了老板 所以她失去了薪资最高的一份工作 又因为看病花了一些钱 之前为了要出户口本 给刘淑芬他们打过去了一大笔钱 所以身上所剩无几 偏偏刘淑芬那边发来消息 要她打一万块钱回去 因为上了技校的杨梅梅 为了和同学们攀比 要买苹果手机 当时杨树有拒绝了 但是第二天 刘淑芬就带人来到了杨树有的大学里面 在宿舍楼下毫无形象地坐着哭诉 言语之间各种粗俗言语 指责杨树有白眼狼 恩将仇报 也因此一事 大学四年期间 杨树有一直都是众人查后闲谈的笑料 如果不是因为一笔及时的稿费 杨树有真的有可能在当时被他们母女拉下高谈 彻底失去展翅高飞的希望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也正是这样 我才相信杨树有肯定不会去救杨美美 那个曾经差点让她中途辍学的仇人 看刘淑芬信誓旦旦的样子 估计杨美美是真的怀孕 如此顺下来 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 如果我的猜测正确的话 那只要稍微运转一下 我和老公说不定可以彻底摆脱这一对不要脸的母女 不仅如此 如果他们再贪婪一些 估计还能获得很惨痛的教训 安抚好老公之后 我看向得意洋洋 似乎又抓住了老公什么致命把柄的刘淑芬 心中一转 顿时有了想法 语气平淡道 杨眉眉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谁的 不是凭你空口白牙就能确定的 做事终究要讲究证据 哼 眉眉经常接触的男人 就她杨树有一个 而且我们眉眉洁身自好得很 说着话 刘淑芬就又要哭嚎 我下垂眼 抬手制止了刘淑芬即将到来的表演 既然你如此坚持 那就先把杨眉眉接到我们家里面来吧 老公文言顿时焦急地看向我 小心 我抬手按住她 巧声和她道 放心 先听我的 而对面认为自己占据高峰的刘淑芬 顿时不好叫了 像是一个主人一样 大咧咧地撞开 我往客厅里面走去 这客厅壁纸怎么是绿色的 看着真难看 换成红色的吧 喜庆 还有这沙发 什么垃圾质量 一点都不够柔软 还有你和那个李时星的离婚证 明天就去领了 然后让这个扫把星赶紧搬出去 这是我们眉眉的房子 刘淑芬皱着一张老脸 到处挑挑拣拣 口中的话也越来越过分 我伸手 拉住对方欲要拿预制百剑的手 手下用力 对方顿时爆发出一阵哀嚎声 你老还是别乱动得好 不然我怕你赔不起 刘淑芬憋红了一张脸 却因为人高马大的杨树友 站在我身边 对方没有敢发作 趁着刘淑芬去警局 接回杨梅梅的空隙里 我开车去了杨梅梅曾经所在的迹校 给几个地痞混混买了几瓶酒 成功换到了刘一山的微信 之前为了找杨树友要钱 杨梅梅还特地带着刘一山 去围堵杨树友 我记得当初两人举止亲密 在大马路上啃得热情似火 而在前不久 我见杨梅梅鬼鬼祟祟地偷跑出门好几次 和一个染了红毛的男人见面 如今想来 那人不正是之前见过的刘一山吗 微信申请好友后 对方秒通过 我上来就给对方发了一个恭喜的表情包 随后甩了几张聊天记录过去 恭喜啊妹夫 妈说村里的房子要拆迁了 要用拆迁款给梅梅在市里面买一套婚房呢 按照老家的规模 那拆迁款怎么找都能有大几百万 以后我和树友还要养账 你们照顾啊 不过这是你先别和梅梅 她们透露 我听妈的意思是 想让梅梅找个更优秀的男人 但梅梅之前一直念叨你 对她有多好 所以我还是想为你争取一下 毕竟像你这样疼媳妇的男人不多了 微信屏幕上方 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闪烁了好几次 可见刘依珊的心绪起伏极为剧烈 最后对方回了一句谢谢嫂子 便不再有动静了 我猜测她着急去找杨梅梅了 果然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 便看到杨梅梅有些肿胀的嘴唇 眉眼之间全是杨梅吐气的骄傲感 只是不知为何 刘淑芬看着杨梅梅的眼神竟然有些闪躲 我心下诧异 真奇怪了 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让这对母女第一次离了心 晚上吃饭时 我刚刚把饭菜全都放到桌子上 刘淑芬和杨梅梅就开始狼吞虎咽 青色的蔬菜被两人扒了得到处都是 红烧肉被两人争抢着夹到自己碗里 分而食之 桌子上满是狼藉 我看了一眼 没说什么 刚刚想就做 杨梅梅就手急眼快地把脚敲到了椅子上面 嘴里咀嚼着肉嚣张到 肚子里的宝宝心疼我累了 让我抬腿歇歇 而且我听说 嫂子你上大学的时候玩得很花 我还没有说什么 刚刚从厨房出来的老公 就抢先一步甩了杨梅梅一巴掌 脸红脖子粗地看着杨梅梅 你骂谁呢 小小年纪嘴巴那么脏 果然天生就是坏痞子 杨梅梅的脸被打偏了过去 嘴里的肉也掉了一身 姿态异常地狼狈 看着让人非常的解气 我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 听见声音的杨梅梅 恼羞成怒 一跳而起 上来就要抓闹我的脸 我也不惯着她 对着她的腿弯 就猛地一脚踹了下去 杨梅梅哀嚎一声 半跪了下去 本来还在旁边狼吞虎咽的刘淑芬健壮 袖子一抹嘴 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然后往地上一坐 抱着杨梅梅开始哭嚎 我苦命的梅梅呀 是妈无能 保护不了你 给他们一对夫妻端茶倒水 洗衣做饭 替他们承受痛苦 刘淑芬越说 我越觉得不对劲 刘淑芬惯爱在其他人面前 道德绑架 不可怜 但私底下只有我们的时候 对方往往不是打就是骂 我环顾四周 果然在沙发那边 发现闪烁的手机 冲过去拿起来一看 已经直播五分钟了 应该是刘淑芬趁我们和杨梅梅闹矛盾 的时候偷偷开的 现在屏幕上一片骂声 全是指责我和我老公的 我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解释 直接点了下波 而刘淑芬在一边得意地叫嚣 哼 这下怕了吧 以后不把我当祖宗供着 我就让你们两个生不如死 婆婆说完之后 像是一只斗赢了的公鸡一样 拍拍屁股若无其事地起身离开了 我在心中发笑 这个老婆子 她大概不知道 为了防止他们坐腰 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一天 我就已经悄悄地在房间里面 安装上了24小时运转的摄像头 刚刚的事情 摄像头都已经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下来 现在网友骂得有多狠 事情反转之后 这些来自网络的恶意 就会千百倍地报应到刘淑芬和杨梅梅身上 正好我最近想往自媒体方向发展 刘淑芬的这番操作 算是给了我第一波东风 我本来就是干得运营的工作 凡是习惯性地会用镜头记录下来 之前的婚礼 在之前刘淑芬撒泼要钱时的丑陋嘴脸 全在我的U盘里面 我要在他们以为自己登上高台时 再狠狠地拉他们入泥潭 自从发现直播这个好东西后 刘淑芬便时不时地会开个直播 哭上两声 网上对我和老公的声讨声 也越来越大 甚至有甚者 已经人肉出了我和老公的私人信息 开始堵到我们公司门口闹 这天 我刚出公司 就差点被塞到面前的话筒砸破嘴 李女士 请问刘淑芬女士在网上所言为真吗 结婚后 你和杨树有夫妻二人 贤其累赘 故意打骂虐待他们母女 您丈夫故意殴打自己的妹妹想要对方流产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公司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甚至有很多路人开始拿出手机拍照 我立刻抬头环视四周 果然 在不远处 我和洋洋得意的刘淑芬对上了视线 只是 对方身边那个和刘淑芬故作亲密的男人 好像是刘一山 然而 还不等我再细看 就被路人和记者挡住了视线 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和愤愤不平的路人 我酝酿了一下情绪 随后低下头 再抬头 眼中已经是泪花闪烁 满脸的难言之隐 其实这本来是家事 我不想外转的 但是我没想要 婆婆会做到这个份上 记者一看我的样子 表情更来劲了 难道说事情有反转 李女士若有难处 也不妨直说 我们记者的存在 就是为了正本归位 还人一片清白 其实 我老公被婆婆收养后 过得并不好 从小就被婆婆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和记者以及吃瓜路人详细到明了原委 甚至为了让记者们在发布时更有热度和可信度 我还把珍藏已久的恶毒婆婆和刁蛮小姑子的丑态全给了他们 人们总是热衷于看他人热闹 吃狗血瓜的 越是带有特大反转的瓜 网友越爱吃 所以我澄清的内容已经发布 不过一个小时 点赞量已经过了百万 我也趁机开了抖音号 挑了几段剪辑发了上去 特别是婚闹时 那一段 被我标注了置顶 评论区里面顿时一片道歉声 我看着骤增的粉丝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刘淑芬他们送的这场东风 还真是不错呀 下一秒 我的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不等我有所反应 杨妹妹就狠狠地搬起 我桌子上的平板电脑 砸到了地上 李时星你这个丧门星 都怪你 才让我出门被人嘲笑 你怎么这么恶毒 这样污蔑一个孕妇你 还有良心吗 而刘淑芬在后面 假意扶着杨妹妹 跟着一起指责我 是啊时星 你不能这么空口白话地 污蔑我们呢 你们年轻人的科技 我老婆子也不懂 你发的那些 我明明都没有做过 说着话 刘淑芬竟然哽咽了起来 假意抹着眼泪 看向手机道 欺人们 我听说你们现在 都有什么AI合成 什么恶意剪辑 我儿媳妇就是专门 搞这个工作的 你们可别不能 被她蒙添了呀 网友们就是墙头草 哪边可怜他们 就往哪边倒 还有我们可怜的美美 怀着身子 还要被人指着点点 在线的各位妻人们 如果你们有女儿 你们会拿自己女儿的 贞结开玩笑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只是想为我的女儿 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怎么就这么难呢 果然 刘淑芬这一波 卖惨家颠倒黑白 成功让网友们又迟疑了 我注意到了手机上面的弹幕 这位大姨说得对啊 谁会拿自己女儿的清白 开玩笑啊 这次我站大姨 这个儿媳妇 本来就是搞剪辑的吧 还是孤儿院出身 坏心颜子指定多 别是看上了大姨的家产 故意搞得这么一出 大姨别怕 勇敢讨回公道 有我们支持你 我觉得还是再观望一下吧 而媳妇放出的 不像是有剪辑痕迹的样子 刘淑芬收了一波礼物 留下一句公道自在人心 高高兴兴递下了波 而刚刚还一脸委屈 可怜的杨美美 一见下波 顿时趾高气扬地 摸着肚子看向我 得意道 哼 李时兴 我在一天 你就要夹着尾巴 做人一天 别想着越过我去澄清 一个可怜被强迫的可怜孕妇 和一个孤儿院出身的野种 你觉得网友会支持谁 紧接着 杨美美眼珠子一转 马上又到 不过你要是实在受不了 众人的骚扰了 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也不是不可以在网上 替你说两句好话 我隐晦地看了看 安装监控的地方 又看看明显打鬼主意的二人 冷漠开口询问 什么条件 很简单 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 这房子现在 我住得勉强还可以 但等宝宝出生以后 你们还要再帮我 买套五居式的房子 然后再给我三百万 算是你们对我的赔偿了 我差点被他们气笑了 还敢用这个来威胁我 简直搞笑 这么想着 我也对着两人笑了 然后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 拿起旁边的扫把 就开始往两人身上招呼 还三百万 还两套房 你怎么不直接上西天呢 那我倒是开始考虑烧给你 两人被我打得上蹿下跳 最后双双躲进卧室 不敢出来了 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回想起了电脑被摔碎前看到的浏览记录 什么食物最容易让人滑胎 以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来看 杨梅梅对自己肚子里面的孩子 还是很爱护的 显然一副要生下来的样子 那自然不会是她去查的 而老公杨树友被我劝说好久 才接了一个短期出差项目 这几天都不在家 自然也不会是她查的 那最后的嫌疑人是谁 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为什么刘淑芬会去查这个呢 我想着问题 没注意手里的扫把 一下子扫下了客厅茶几上面的包 包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我蹲下身去收拾 发现几张化验单 等看清上面的内容后 我大惊失色 直接正愣在原地 原因无它 只因为检查单子上 竟然是刘淑芬的怀孕报告单 要知道 刘淑芬今年已经65岁了呀 而且已经丧偶多年 这段时间也没见和楼下 哪个大爷走得近 怎么会突然怀孕 所以她电脑查滑胎食物 是休于自己怀孕 想要悄悄流产吗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把单具装进了包里 伪装成了未曾动过的样子 不过 不管对方怎么胡来 我的计划不能搁浅 想到这里 我定了定心神 开始逐个推测 刘淑芬的相好对象 说不定 对方的存在 能推动我计划快进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刘淑芬他们不遗余力地开直播 痛斥我和杨树友 网友们起初大部分持观望态度 而由于我这边毫无反应 他们便以为我是心虚了 又有网报我的苗头 对此 我都一概没有理会 因为我发现了更让我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 刘淑芬的相好对象 竟然是个年轻小伙 我看着四家侦探传过来的照片 久久不能回神 相片里面 刘淑芬像是娇羞少女一样 而那小伙也是宠溺地笑着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呀 我当初透露给刘一山拆迁的信息 主要是想要让她去教训杨梅梅 便于之后对他们的讨伐 我倒是没有想到 刘一山竟然会另辟蹊径 我把照片收进包里面 给私家侦探付了尾款之后 怀着复杂的心情 踏进了家门 刚进客厅 我就闻到了一股香气 发现是刘淑芬正在殷勤地招呼 杨梅梅吃饭 梅梅 快吃 这是妈早上爬起来 特意去市场上给你挑的老母鸡 熬了好久煮成的汤 可香了 杨梅梅吃得满嘴流油 谢谢妈 太好吃了 妈你最近对我太好了 煮了好多东西给我 辛苦了 说着话 杨梅梅从锅里面挑挑拣拣 盛出一碗多是骨头 没有肉的鸡汤 殷勤地递到了刘淑芬面前 妈你也喝 不能便宜了李时星那个贱人 刘淑芬脸色僵硬了一瞬间 把碗推锯了回去 下意识地摸上了自己的肚子 不自在地笑道 没事 你怀孕了 就该多喝点 妈不用喝 杨梅梅也没有推辞 端起碗一口汤 一口肉的 又吃喝了起来 我站在一边 看着这貌似母慈女校的场面 只觉得满心发寒 杨梅梅肯定不会想到 自己现在吃喝的每一口 都是伤害自己肚子里面 孩子的戾气 因为刘淑芬为了让自己生下的孩子 得到全部的宠爱 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选择了牺牲杨梅梅的孩子 而刘淑芬每一次搜索食物的记录 在浴室门口故意洒水的行为 都分毫不差地被我安装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我垂下毛子 这些东西应该都够对方坐牢了吧 耳边忽然响起尖锐的惨叫声 啊 疼 好疼 妈 我的肚子好疼 刚刚还大吃特吃的杨梅梅 转眼间就脸色苍白 满头大汗地跌倒在地 而刘淑芬装似手忙脚乱地去扶人 然而下一秒 对方似乎没站稳一样 又重重地砸到了杨梅梅的肚子上 惹来杨梅梅更凄厉的惨叫声 我听了都汗毛直竖 我看着慌忙爬起来 仍旧没有叫救护车意思的刘淑芬 拿出手机打了120 毕竟一来客厅里面有摄像头录制着 我不能落人口舌 二来 杨梅梅要真出什么大事 还怎么看母女反目成仇的名场面 晚上救护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早上我就被人骂上了热搜 恶毒嫂子 因自己无法怀孕 故意害小姑子流产 标题五花八门 怎么吸睛怎么来 我刚刚点进抖音 手机就卡顿了起来 后台一堆私聊骂人的肮脏话语 上下翻看一阵 我终于弄清楚了问题的始末 原来昨天晚上 趁着我在医院旁边酒店休息的时候 刘淑芬录制了杨梅梅的凄惨状况 往我身上泼脏水 说是因为我极度才故意害得杨梅梅流产 营销号为了热量一通转发 又在正义人士的推波助澜之下 让她一夜爆火 微信提示音响起 我收到了老公的消息 小心 你在酒店好好待着 先别回家 我心中一沉 反问她 怎么了 你出差回来了 嗯 昨天听你说了他们的事 有点担心你 就早点回来了 不过没大事 你别担心 就是家里停电了 要维修一番 回来没电不方便 我当然看得出来 杨树友在撒谎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点开了家门口的监控 里面本该在医院的刘淑芬 扶着脸色苍白的杨梅梅 正在一众记者的围观下 对着杨树友破口大骂 而周围买菜回来的人们 像是古代对待罪犯那样 把菜叶子生鸡蛋 丢了杨树友一身 对方额头渗血 脸上巴掌印明显 姿容异常狼狈 焦急地低头看手机 我心头顿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 把之前整理好的证据 全都一股脑发了出去 然后出了酒店打车 直奔家门而去 我到了的时候 正看到刘一山一副正义使者的样子 正要往老公身上踹 我拎起找酒店要的拖把棍子 目标明确 朝着刘淑芬身上打去 本来打算踢人的刘一山健壮 顿时转身护住了刘淑芬 我的棍子种种落在了对方的背上 刘一山顿时哀嚎倒地 刘淑芬顿时满脸感动心疼地蹲下去扶人 我低头看去 刚刚好对上她的视线 对方眼光闪躲 偏偏声音极大 像是要掩饰什么一样 大家快看看 就是这个毒妇 害得我女儿留得产 我把老公从地上扶了起来 文言冷笑了一声 随后从包里掏出一打照片 直接往刘淑芬脸上甩去 照片里面 是杨梅梅和刘一山的各种亲密照片 有以前的 也有现在的 杨梅梅和刘一山 技校旁边的小旅馆里面 有你们那段时间频繁地入住记录呢 随着我列举出的证据越来越多 杨梅梅和刘淑芬的脸色 也越来越难看 毕竟他们之所以能获得网友的同情 绝大多数原因就是 凭借着杨梅梅肚子里面的孩子 如今铁正如山 我扶着老公往屋子里面走去 而被众人指指点点的 换成了刘淑芬和杨梅梅他们 而刘一山护着他们两个人 正在狼狈地逃出两人的包围圈 我在心中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看来是把我英雄救美的策略听到了心中 不枉我今天为他提供这么多次机会 晚上 老公忧心忡忡地和我商量 小心 不然我们直接搬家吧 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我不知道刘淑芬他们还会做出什么来 我怕你受伤 我刚刚收拾好上药的东西 文言顿时笑道 别担心 再等几天 他们会主动来断绝关系的 老公顿时疑惑地看向我 我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果然 没出一个星期 在网络上激进到了人人喊打地步的两母女 竟然趾高气扬地拿着户口 本来和老公断绝关系 顺便通知杨梅梅和刘一山的喜事 直到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 老公捧着独立出来的户口 还是一副晕晕乎乎的模样 似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摆脱了刘淑芬他们 另外一边 刘淑芬扶着杨梅梅 阴阳怪气地往我们身上扔了一张喜帖 我们梅梅的喜事 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毕竟之后 咱们就是两个阶级的人了 再没有打交道的可能了 杨梅梅也一副鄙夷的样子 妈 你和他们说什么 我们现在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别到时候让人来打秋风 刘淑芬捂着嘴笑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还没嫁过去 小山就买彩票中了三千万 直到两人颠笑着离开 老公才扭头疑惑地看着我 刘一山买彩票中了三千万 我怎么没听说 随后老公又随即将这件事抛之脑后 兴高采烈道 管他呢 反正我们以后也没有关系了 走 今天下馆子 我们去吃顿好的庆祝庆祝 我看了一眼手机 小号上面发来刘一山的消息 大哥 您这招实在高 我前几天英雄救美 获得了他们极高的信任 这几天安前马后伺候着他们 终于让母女俩都对我交了心 今天我只是说了一下 彩票中了三千万 他们竟然看也不看 就直接听我的去和他们家 那个样子断绝关系了 只要我再和杨梅梅一结婚 拆迁后的钱就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我回复对方 那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尽早进行婚礼 吃则生变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复后 我笑着暗面手机 随着老公往前走去 哎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给杨梅梅他们送出新婚礼物了 好感谢他们当初赠予的新婚习俗 没有杨梅梅他们的骚扰后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杨梅梅结婚的日子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故意的 竟然也把婚礼定在了我当初结婚的那个酒店 到了现场后 我发现对方定制的规格 竟然比我当初的规格还要高上一档 我心中诧异 刘淑芬这是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吧 毕竟在刘一山面前充当成功凤凰男大哥的我知道 对方以三千万提现需要时间走手续为借口 没有在这次的婚礼上出一分钱啊 办婚礼的钱全是刘淑芬和杨梅梅出的 婚礼开场时 下了婚车的杨梅梅拖着巨大的裙摆 往酒店走去 其间并没有什么冲上来昏闹的男人 果然 说什么习俗 当初就是她和刘淑芬 故意给我的下马威 婚礼进行到敬酒的环节 杨梅梅端着酒杯 往我面前走来 对方做出敬酒的姿态 却在下一秒 往前一泼 故意想要让我难堪 好看我知道她的德行 早就防着她作怪 很灵活地躲了过去 呀 嫂子 不对 现在应该是 前嫂子 人家刚刚没有端稳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笑着摇头 当然不会介意 毕竟 今天是你的新婚嘛 对了 我这个前嫂子 还给梅梅你 单独准备了礼物呢 我低下头 在包里翻找 杨梅梅见状 顿时做作地捂着嘴娇笑 我现在身价不一样了 可不是什么破烂火斗 杨梅梅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她看到了我手中的照片 她妈和一个小年轻的 甜蜜婚纱亲吻照 哦 对了 她妈还是和她在同一天拍的婚纱照呢 旁边刚刚和亲戚嘚瑟完的刘淑芬 正往这边走来 满眼的小人得志 可惜 本来想要来嘲讽我的刘淑芬没能想到 她刚到这边 就得到了自己亲生女儿的一个嘴巴子 要不要脸 就那么缺男人吗 一大把年纪 还学别人搞恋爱 就是想独吞拆迁款 刘淑芬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但还是嘴硬道 梅梅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杨梅梅把照片砸了刘淑芬一脸 误会个屁 证据都摆在这里了 说着话 气不过的杨梅梅上去 对着刘淑芬 拳打脚踢起来 而刘淑芬护着自己的肚子 可怜兮兮地望向刘衣衫 孩子 我还怀着孩子 刘衣衫没有丝毫犹豫 上去就给了杨梅梅一巴掌 力道之大 直接把对方扇倒在地 捂着脸的杨梅梅不可置信地 看向刘衣衫 一脸地受伤 你打我 你为了一个年纪 能当你妈的女人 打我 刘衣衫 你眼睛是不是瞎了 我看到刘衣衫 暗自忍着眼中的嫌弃与恶心 温柔地扶起了刘淑芬 语气肯定地开口 眉眉 既然你知道了 我就不瞒了 在我看来 你妈妈比你可爱漂亮多了 贱人 都是贱人 啊 我和你们两个贱人拼了 我注意到 周围有很多人拍下来 显然也是 没有想到 简简单单参加一场婚礼 竟然能吃到一口这么炸裂的瓜 相信不用我推波助澜 这内容能爆火起来 我收拾了一番 没有理会身后混乱的场景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婚礼现场 我结婚时 杨梅梅和刘淑芬 送了我一场叠开生面的新婚礼物 如今 我总算是还回去了 回家后 我整理好刘淑芬 让杨梅梅流产的全部证据 发了私密包裹给杨梅梅 里面还贴心地为对方写明了 简单易懂的法律条文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这些东西能送刘淑芬进去 不枉我在微信上 一直用小号引导刘一山 让她要紧紧抓住刘淑芬的心 因为房产证上是刘淑芬的名字 今天两人一番操作 绝对是把杨梅梅得罪了个彻底 按照杨梅梅他们那塑料母女情 我相信一定又能见证一出好戏 果然 几天后 杨梅梅他们上法庭的事情原委 就被营销号穿封了 刘淑芬蓄意伤人 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但因为对方怀孕 所以法庭特意允许 生产完毕后再执行 杨梅梅他们没有拆迁 以及刘一山没有中奖的事情也被双方知道 三人之间顿时一阵鸡飞狗跳 刘一山还想要来找我的事 被我早就花钱买通的几个混混头子吓唬一番 顿时缩起尾巴做人 不敢来闹事了 那张凤凰男的小号 也被我直接注销不用了 刘一山从始至终都不知道 我就是凤凰男号后的人 刘一山在我这边没有办法出气 回去还要面对杨梅梅的怨气 两人天天打架 多次被邻居投诉 最后更是直接被房东赶了出来 无处可去 听说两人如今在工地住着十块钱一晚的简陋卧铺 确定彻底摆脱三人后 我便没有再过多地关注他们的消息了 而是开始拍摄短片 专门对焦奇葩婆婆和做做小姑子这一个类型 借着热度 短时间内积攒了三百万个粉丝 一条广告下去就收入十几万 流量好的时候 能成功月入几百万 晚上 老公看着最新的流量 嘖嘖称奇 真没想到这个玩意 这么赚钱啊 我笑着回他 当然了 现在只要火起来了 短片可赚钱了呢 况且 这个题材我已经想了好久了 但赛道很卷 必须有什么炸裂事情带波热度 我才能从中脱颖而出啊 老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忽然灵光一闪 震惊看向我 那之前和刘淑芬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故意多次提起直播 还在他们直播第一天 故意打赏五千多 还在之后他们每一次直播的时候 都大放打赏 义愤填膺地附和他们骂自己 难道是因为 我伸手捂住老公的嘴 笑而不语 毕竟 有些事情 在心里面知道 就已经够了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婆婆六十六大寿 我花钱置办酒席 她背地里却说我一毛不拔 全靠她女儿出资 她才能如此风光 闻眼 我直接掀翻三十桌寿席 众人脸色骤变 看着散落一地的菜肴 再看看我 皆是满目震惊 婆婆更是脸色难堪 我此举 无以鄙视把她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她气急败坏指责 你居然敢把我的寿席给掀翻了 我冷笑 怒瞪着她 我出钱做的席 凭什么不能掀 此话一出 亲戚们更加震惊 看八卦的好奇心 达到巅峰 她们刚刚还听婆婆 吐槽我一毛不拔 一点也不孝顺 全靠她女儿出钱 她才能那么风光大扮六十六大寿 很快 她们也想通 可能婆婆真的在胡说八道 让我听见 否则 我又怎么会做出这番举动 婆婆眼底闪过一抹心虚 随即便恢复镇定 愤怒地说 我可是你婆婆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再敢顶嘴 我就撕烂你的嘴 还有 马上叫人重新备菜 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寿席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婆婆绝口不提 我花钱置办寿席 仍旧不要脸 妄想让我重办寿席 呵 我直接被婆婆的话气笑了 看她的目光充满鄙夷 你很想吃我花钱办的寿席是吧 好啊 我让你吃 我满身力气朝婆婆走去 猛地掐住她的脖梗 用力把她的脸往地上按 吃吧 我让你吃个够 婆婆拼命挣扎 奈何我力气大的惊人 她怎么也挣不开 她的老脸 被我按在散落的菜上 狠狠摩擦 贱人 放开我 婆婆破口大骂 显然气得不轻 老贱人 你不是要吃吗 你吃啊 我更加用力摩擦她的老脸 顺带腾出一只手 狠狠地掐她腰处 让她嘴臭骂我 我可不好欺负的 敢惹我 就要做好承受我怒火的准备 周围的人 看得瞠目结舌 谁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发疯 对自己的婆婆下毒手 有些亲戚动嘴劝说 有些亲戚上手拉架 可他们没有用力 只是装装样子 然后又站回原位 八卦看热闹 怪不得亲戚不帮婆婆 整天仗着她儿子娶了我一个有钱的独生女 天天狗眼看人低 当初我爸妈不同意我嫁给周文 就是因为她妈视力眼 让我陪嫁三套房 再加一百万现金 还要把房登记在她的名下 把一百万现金给她 这简直离谱 幸好周文坚决站在我这边 宁愿掏空她的存款 也在我的城市买了一套三居室 当然 我爸妈也被周文的真心打动 也出了部分房款 只是我和周文 也没有亏待过婆婆 每个月都给她一万生活费 平时节假日也会回来 黄金首饰也不会少了她 哪怕我这样对她 她心里依旧对我不满意 从未开口说我一个好字 更甚至把我送的黄金首饰 每个月打的钱 都说是她女儿给的 这些说不在意是假的 但是想到周文对我的爱 对我的体贴 我忍下来了 可是今天 再忍我就变成王八了 你要死啊 敢打我吗 这熟悉的声音 可不就是我那儿嫁了人的小姑子吗 酒席差点东西 小姑子去镇上买 我没想到她会那么快回来 但是回来又如何 我怕她不成 把她拦住 每人五百 我还没过瘾呢 怎么可能让小姑子打扰我 煞时间 人群朝着小姑子蜂拥而至 将她里三层外 三层围了起来 你们快给我让开 要是我妈出神妖事 我饶不了你们 小姑子的叫嚣 丝毫没有吓唬到亲戚们 他们眼里只有五百块 教训得差不多 我用力在婆婆头上一扯 她的头发瞬间少了多根 疼得她哇哇叫 再把她的头狠狠按在菜上 让她多吃两口 免得饿死了 我起身 嫌弃把婆婆的头发甩到地上 去水龙头洗了个手 狼狈的婆婆也被小姑子解救成功 林娇 你简直没良心 居然敢对我妈那么不孝顺 小姑子护着婆婆 一正言辞指责我 等我哥回来 我让我哥和你离婚 婆婆瞪着我 一副药冲过来干我的模样 我冷笑一声 有本事你就过来 耸逼 婆婆敢怒不敢言 刚才对她的教训 她记忆犹新 也清楚我的实力在她之上 你还敢骂我妈 小姑子见婆婆被我骂 更加气愤 你也会说 她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而且我骂她就骂她 我就是打她 也不用选日子 我看向小姑子 继续回怼 你有良心 有本事拿钱给你妈办酒席呀 死穷鬼 这酒席就是小兰给我办的 我才不会要你的一点东西 要了我就是狗 看来婆婆是要嘴硬到底 现在还不承认是我办的酒席 倒是你 一分钱不出 还想霸占小兰的功劳 你可真不要脸 我周家倒了八辈子没 才会娶到你 当初小姑子刚满十八岁 就执意要和黄毛离家出走 结果嫁给黄毛后 黄毛是个毒鬼 还爱打人 日子过得别体有多惨 她要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办酒席 我也能一胎生一百零八个娃 我妈说没错 这酒席就是我办的 小姑子也把不要脸发挥到极致 你平时不回来看我妈 哪怕过年过节 也没给我妈送过礼物 要不是每个月和逢年过节 我都给我妈一万块 以及给我妈送首饰 她能生活得那么无忧无虑 卧槽 这货是不是说谎时间久了 把我的词都当成她的了 小兰 你可太有本事了 我突如其来地夸赞 让原本嘴硬到底的小姑子 彻底猛逼 她不明白 我怎么突然夸她 不过没关系 她很快就会明白了 我走上前 心未拉着她的手 我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有钱 又给婆婆办酒席 又逢年过节 给婆婆送首饰 还每个月给婆婆 一万块的生活费啊 我声音说得很大 恨不能有个喇叭 小姑子以为 我是怕她和她哥告状 害怕她哥和我离婚 所以才妥协 哼 算你要点脸 没把我的功劳 往你身上揽 小姑子脸上满是傲娇 对我鄙夷不屑 只是下一秒 她猛地被人踹到在地 啊 我的腰 小姑子揉着腰 哪个不开眼的垃圾 敢踹你姑奶奶我 可当她看清楚来人时 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 老 老公 小姑子跋扈的脸色 刹时间变得无比苍白 眼底全是对黄毛男人的惧怕 你 你怎么来了呀 黄毛揪住小姑子的衣领 重重甩她一巴掌 声音清脆动听 老子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藏了那么多私房钱 嘻嘻 没错 我就是故意的 故意大声说给小姑子 老公听的 你居然打我女儿 我和你拼了 婆婆冲过去 却被黄毛一脚踹翻 倒地哀嚎 苍天哪 都怪我周家娶了个丧门星儿媳妇 我们母女才会这么惨啊 我 小姑子嫁错人 关我毛现实 这都能赖到我头上 老公 你听我解释啊 小姑子看来是被打习惯了 居然能一边挨打 一边清楚解释 我没有私房钱 是邻娇出钱办的酒席 黄金首饰 每个月一万也是她给的 我只是抢了她的功劳而已啊 黄毛看向我 我挑了挑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问这个老太婆吧 这会儿 轮到我不承认 毕竟 我还想看小姑子被揍 谁让她天天作妖 真以为我心胸广阔 每次都不计较啊 而婆婆 当着众多亲戚的面 也不可能承认 这就是我女儿办的酒席 你就是打死她 也是她办的 婆婆可不会为了一个女儿 放弃她天大的面子 而小姑子就惨了 被揍得鼻青脸肿 妈 你想看着我被打死吗 小姑子向婆婆求救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婆婆皱了皱眉头 似乎在掂量 面子和女儿哪个比较重要 妈 小姑子眼看着黄毛吓死手 快速找到机会 跑到婆婆身后 你再不说真话 我们就一起挨打 婆婆看着气势汹汹 宛若要杀人的黄毛 步步紧逼 吓得连忙开口 是邻娇出钱又怎么样 她嫁到我周家 就是我周家人 那么她的钱 也是我周家的钱 瞧着婆婆一本正经的倒反天罡 我翻了个白眼 故作一问 咦 那小 拦架人 也就是外人 为什么你还要每个月给一个外人五千块啊 此话一出 小姑子腿都软了 贱人 你居然敢骗我 黄毛听到我这句话 杀意更浓 婆婆一看这架势 直接跑开 免得挨打 你不是说你妈每个月只给你一千块吗 小姑子孤立无援 下得三魂不见七魄 别 别打我 我只是想把钱存起来 给你一个惊喜 小姑子动作很快 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钱全都在里面 你拿走吧 黄毛拿到银行卡 也没有放过小姑子 又是狠狠一顿教训才离开 做人了 就得诚实 不然真惨啊 我嘖嘖走到小姑子面前 光明正大阴阳他 你说对不对啊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给我滚 小姑子破防了 当着重亲戚的面 被暴打 他几乎要羞愤致死 我可是嫁进来的 而你一个外嫁女 才应该滚吧 我指着这栋大别墅 毕竟这可是 我一个人出资见的 没有你一点份呢 你给我闭嘴 婆婆突然出声 走过去扶起小姑子 我女儿不走 你滚 则 这个老太婆 是不是以为我忘记她了 着急出来 刷存在感呢 走 我冷笑出声 刚才我好像听到有人说 不会要我一点东西 要了就是狗 那么你现在 岂不是一条老母狗 此话一出 众人笑哈哈 看婆婆的眼神 都变得微妙起来 婆婆向来爱面子 又怎么能容忍我对她的羞辱呢 林娇 你就不怕老天有眼 哪天落个雷劈死你吗 婆婆把小姑子扶到椅子上 想走过来和我一绝高下 我直接抄起一把椅子 用力往地上一砸 我告诉你 我不怕死 有种你就来 老母狗 我特意咬中最后三个字 把婆婆气得头顶冒烟 再说 老天有眼 要劈也是劈你这条老母狗 你给我闭嘴 婆婆显然无法再忍受老母狗三个字 你要是有胆子 就把你送的东西全部拿走 看我到时候不跟我儿子说 婆婆虽然嘴上让我拿走 可是心里想的却是 哪怕我把黄金首饰都拿走 最后还是会还给她 等于保住面子 也不会损失黄金 可是 她似乎不太了解我 我自幼不缺钱 所以黄金给谁 我并不在乎 真是笑话 我拿回我的东西 还需要胆子 我走进婆婆的房间 把她的首饰盒拿出来 里面的黄金首饰 怎么着也值个二三十万 老母狗 你脖子上 耳朵上 手上 还带我送的首饰呢 我冷冷看着她 还不赶紧摘下来还给我 婆婆听到老母狗三个字就要疯 气愤地把首饰全都摘下来 一股脑丢到地上 全都还给你 谁要你的破首饰 笑话 以为把首饰丢到地上 就能打我脸了吗 你这条老母狗不要的东西 我也不会要 我嫌恶心 我一股脑把所有黄金首饰到地上 对着虎视眈眈的众多亲戚 说 谁抢到就是谁的 你们都给我助手 婆婆看到首饰被人轰抢 心脏都要停止跳动 这些都是我的首饰啊 然而 并没卵用 她不但被人群挤到地上 还被无数双鞋踩来踩去 疼得她哇哇叫 黄金很快被轰抢一空 婆婆捂着心脏 仿佛要死过去 啊 天杀的呀 你简直疯了呀 这可是黄金啊 黄金啊 看着婆婆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我笑哈哈回答 黄金怎么了 我送得起 婆婆被我对得要背过气去 小姑子也从暴打中缓过神来 妈 我们等大哥回来再收拾她 她扶起哭得绝望的婆婆 想要进别墅 并且对我说 我们家不欢迎你 马上给我滚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家 说话敢那么猖狂 你们俩给野爬 我三步并坐两步 一把将门关上 这是我出钱做的房子 你们家 在那边 我挡在门口 看着他们气愤到冲血的眼睛 当他们面指向那摇摇欲坠的瓦房 那破瓦房 才是他们名正言顺的家 你 婆婆怒目圆瞪 突然跑向主宴席方向 从那里拿了一把刀过来 你把我逼上绝路 那我就死给你看 看着婆婆激动挥刀往我走来 我连忙叫停 你等等 婆婆笑一微露 直到害怕了 赶紧给我跪下道歉 再给我把首饰都要回来 然而 我却是趁着她白日做梦的空荡 用钥匙打开门 老太婆 你想得有点美 我只是怕你误伤到我而已 你要死就去死呗 反正又不是我死 关我屁事 小姑子健壮 赶忙凑到婆婆身边 在她耳边滴雨 妈 你就很点心 给你自己来一刀 只要你来真的 还怕她不听咱们的 婆婆听到自己女儿这话 先是想先给小姑子一刀 可是冷静想想 看我现在油盐不尽的模样 估计只能出此下策了 好 婆婆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 那我就死给你看 这都是你逼我的 婆婆闭着眼睛 把心一横 往手一划 破了点皮 啊 婆婆睁开眼睛 尖叫一声就腿软了 手中的刀 哐当掉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妈 小姑子抱着婆婆 俩人哭得仿佛 下一秒就要生死离别 我会告诉大哥 是邻娇害死了你 你就安心地去吧 我和众人的表情 就是地铁大业表情包 我属实是无语注了 各位 我在群里发红包 那五百 你们自己领吧 同时打电话给 今天承办酒席的大老厨 让他收拾东西 原路返回 又把尾款给他结算清楚 至于他们母女俩喜欢演戏 那就演个够吧 窗帘一拉 与我无瓜 林娇 你快开门 我妈快不行了 我正做美梦呢 小姑子的大嗓门 就把我从梦中拉回现实 我看了眼时间 才早上六点多 我真服了 就不能晚点装不行吗 真是扰人清梦 叫叫叫 等他死了你再叫 我不耐烦起来开门 看着其他亲戚 陆陆续续去老房子 我皱了皱眉 真要死了 小姑子听我诅咒他妈妈 脸色一黑 把到嘴边的脏话 又给咽了回去 对 真要死了 你快来吧 他有话 要和你交代 不着急 我先洗个脸 化个妆 我把门一关 慢悠悠上楼 小姑子猛拍门 气急败坏 我妈都快不行了 你还有心情化妆 切 我隔着门回答 你也会说 是快不行 又不是已经死了 再说 又不是我妈 我着什么急 你敢不敢再慢一点 小姑子看我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来 整个人都快炸了 死了 我故作惊讶 转身就要走 那我找人挖地去 我还没死 婆婆的声音 虚弱又吭腔 一听就是装的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亲戚们自觉让开一条路 让我走过去 我似笑非笑 看着演戏的婆婆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婆婆被我噎住 猛地咳嗽 嗨嗨 咳完后 婆婆欲拉我的手 被我闪开 只见她脸色一僵 虚弱地说 林娇啊 我恐怕快不行了 想让你帮我圆两个院 你能答应我吗 我挑了挑眉 用眼神示意她继续说 第一个 是我的六十六大寿 你能不能重新给我办 婆婆说吧 又开始咳嗽 仿佛快要隔屁 第二个 就是昨天的首饰 能不能让他们还给我呀 说到首饰 首先不淡定的 就是抢到那些人 只见他们全都紧张看着我 我失失然一笑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要回来的道理 你们说对吧 对 没错 亲戚们听到我的话 如释重负 婆婆也不急眼 而是说 那你可以给我买新的吗 这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呀 我指着小姑子 我可不能和小姑子抢功劳 这次的授席 黄金首饰 就让小姑子办去吧 婆婆和小姑子 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瞬间沉默 林娇啊 你知道的 小兰家里的情况 她哪有本事 给我办成这两件事啊 还得是婆婆脸皮厚 所以只能找你办呢 我见过脸皮厚的 没见过那么厚的 可是你们俩昨天抢我功劳 不得给我道个歉 我双手还胸 看着他们不甘的神色 怎么 不愿意呀 婆婆和小姑子对视一眼 咬了咬牙 对不起 听着他们一口同声 我提出异议 可是婆婆 你不是说过 要我的东西 就是狗吗 你们应该先学三声狗叫 再道歉才对呢 林娇 你不要太过分 小姑子文言 直接破大房 我妈都快不行了 你还要羞辱她 她自己说的 我只是提醒她 我摆摆手 只要你们俩学狗叫道歉 我这次肯定把受洗补办得特别盛大 特别的独一无二 就连黄金首饰 也是千百倍 还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钱又 婆婆带着怀疑的语气 你说真的 这能有假 我可是说话算话的人 我可不是你们俩 满口谎话 我不懈看着婆婆和小姑子 他们俩的脸色 已经胀成猪肝色 我只给你们三秒钟 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 直接倒数 三 二 望望望 婆婆和小姑子迅速学狗叫 又说 对不起 他们丝毫没有骨气 让亲戚们指着点点 但是他们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是我承诺的受洗 以及千百倍的黄金首饰 我们叫了 你要说到做到 小姑子咬着牙 顶着亲戚们鄙夷的目光 再次向我求证 我扬了扬眉 笑意不达眼底 我肯定做到 你们两个人 到时候可不要太激动 我看着安心躺下 继续演戏的婆婆 露出一抹贴心的笑容 那我先安排去了 争取让你死得其所 你要把我妈抬哪里去 小姑子看着几个年轻力壮的亲戚 静止把婆婆抬到床垫上 又抬着有婆婆的床垫离开 我翻了个白眼 让她去完成她的遗愿呢 东西我都安排好了呢 闻言 小姑子面露喜色 那快点 原本不安的婆婆 听到我这话 也淡定下来 开始幻想她盛大的寿席 和千百倍的首饰 以及花不完的钱 婆婆刚被抬到祠堂门口 我请来的哀乐队 舞蹈队 便开始奏乐 开始跳舞 哀乐响彻云霄 你怎么把我妈抬到祠堂门口 小姑子感觉不太对劲 不满地质问我 还有他们 是怎么回事 小姑子指着哀乐队 气愤地让他们停下 然而没人搭理她 我可是和他们说过的 只听我的 其他人不用管 哎 这不是你妈快死了 我想着二一天作武 身后是一起办了吧 省得到时候着急忙慌的 时间多赶呀 我很无奈地摊摊手 这种晦气是 把婆婆气得青筋抱起 几乎要死过去 小姑子气愤回到婆婆身边 不知道和她妈在密谋什么 只见他们强忍着怒气 对我说话 林娇 我的寿袭 首饰 钱呢 婆婆问得声嘶力竭 奈何哀乐太大声 我没听见 直到小姑子过来提醒我 我才听听婆婆说话 你的东西来了 我指着两辆大货车 里面的东西 保证你满意 我让送货的人 让他们把东西整齐摆放到空地上 林娇 你在发什么疯 婆婆看到我送给她的满汉全席寿宴 千百倍的首饰 和花不完的钱时 差点背过气去 你这送的是什么呀 我脸了脸眉头 看着面前用纸扎的桌子 纸扎的满汉全席 纸扎的各种首饰 以及成蹲的纸钱 你眼瞎吗 不会自己看 婆婆瞬间腰也不疼 腿也不疼 人也不死 猛地朝我冲过来 我要的是这些吗 我嫌弃往后退两步 很真诚地反问 怎么就不是了 你就说 盛不盛大 独步独一无二 寿袭是不是也有 千百倍的首饰是不是也有 花不完的钱是不是也有 我看着我一手安排的场面 感到无比的满意 而且我还考虑到你快死 全给你换成纸扎的 让你一下去就有吃有喝不缺钱 你不感谢我 还骂我 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 小姑子也不甘示弱 和他妈一样乱咬人 我看你就是想把我妈气死 没想到你那么恶毒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我 指着活蹦乱跳的婆婆 而且 你妈刚才就剩一口气 现在有气有力 很显然是我的功劳啊 直接把他气到回光返照了 你赶紧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吧 婆婆捂着胸口 气到无言以对 眼看着他又要倒地 我赶紧招来几个亲戚大婶 快 他快死了 赶紧把兽衣给他换上 还有纸扎的首饰也给他戴上 让他风风光光地走 你们接着奏乐 接着舞 我一声令下 在场的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还有纸扎的东西 都烧起来 小姑子被大婶挤出去 无法接近他妈 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试图找到机会解救他妈 你们把他拉走 大婶们办正经事 别在那耽误事 我此话一出 小姑子就被亲戚们强势拉走 他们很会来世 我也不会亏待他们 拿出手机再发群红包 灵娇 你不得好死啊 婆婆被双拳难敌四手 只能用嘴骂我 我就是变成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真是吵死人了 我拿起纸扎的菜 使劲往婆婆嘴里塞 多吃点 做个饱死鬼 我看着婆婆嘴里满满当当的美味佳肴 不由地感叹自己 真是人美心善 婆婆 你可真没有良心 我为你花费这么多钱 你还变成鬼不放过 我甚至怕你 今早没吃东西 当个饿死鬼难受 特意为你吃东西呢 再说 你变成鬼不放过我 我也不怕你来找我 因为你作恶多端 生前就爱欺负人 只不定下去就被下油锅 炸成人渣 哪有机会找我呀 婆婆呜呜咽咽 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她骂得很脏 我看着她被大婶们打造成活死人 这场面 怎么看怎么爽 直到婆婆换好兽衣 大婶们才放过婆婆 而婆婆得到自由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嘴里的满汉全席吐出来 又把纸做的兽衣 首饰 全部撕烂 邻娇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给不给我补半人吃的兽席 给不给我买真的黄金 给不给我人民币 咦 这老太婆还怪严谨的 都用上真的 人民币也会说了 我就不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看像被人按住的小姑子 有本事让你女儿给你买呀 老穷鬼 婆婆怒火攻心 又不敢把我怎么样 只能冲向小姑子 把小姑子解救出来 转而又对我说 灵娇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到底给不给我买 我不是给你买了吗 我指着一框框的纸扎首饰 你不喜欢这些款式吗 我再让人送两车过来 你亲自挑 灵娇 你 小姑子冲过来就要干我 但是被婆婆拦住 小兰 她不给我买 我们就回去把家给砸了 婆婆试图用拆家吓唬我 可是有用吗 不可能有用的 要砸家是吧 我冷冷一笑 好啊 看你们手快 还是我手快 反正我一年回来不到几次 压根不用住村里 我怕什么 话落 我抬脚就跑 直奔家里 你们最好跑快点 不然被我砸完 你们可就没得砸了 门口放着一把铁锤 我拿起就砸 先把外墙瓷砖砸掉 再进去把电视砸了 茶几 红木沙发 一样不落 只要我能砸得动的 我都不会放过 疯女人 你果然是个疯女人 婆婆哭天喊地 快给我停下 给我停下 婆婆看着她满目疮痍的家 心都要裂成几半 她想不到 明明是她要威胁我的 结果我居然不受她的拿捏 甚至骑在她头上拉屎 听到没有 我妈让你停下 小姑子拦住我 不让我砸 再砸这个家 还要不要了 我要这个家做什么 我家多的是 不差这一个 我累得气喘吁吁 抹了一把汗 把铁锤丢到婆婆脚下 吓得她一机灵 你不是要砸吗 当你砸了 我看着没有动作 只是死死瞪着我的婆婆 走到她面前 怎么 回光返照到时间了 你要死了 没力气砸了 有本事你就把整栋楼都砸了 婆婆气得胸膛起伏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那么大胆 小姑子可不淡定了 凑到婆婆身边滴雨 妈 你疯了 你看灵娇明摆着来 真的 你还让她把整栋楼砸了 婆婆冷哼一声 怕什么 我看她就是想做做样子 反正一楼砸了 她也会出钱休 我们冷静点 别被她吓唬到了 我挖了挖耳朵 他们俩说悄悄话 未免也说得太大声了吧 真当我听不见 居然说我做戏 我可没有演戏的爱好 我打断他们的焦头接耳 转头看向看热闹的亲戚 我家的东西 你们看上哪个就搬哪个 我全都不要了 瞬间 亲戚们再次入潮水搬涌入我家 直奔我家楼上几层 因为一层的家具都被我砸烂 能要好的 肯定不会要烂的 婆婆和小姑子大惊失色 没想到我真的那么敢 你们不准搬 快给我停下 婆婆看着家里的东西 一件一件被亲戚搬走 和小姑子急忙去拦 林娇 你快让他们停下呀 婆婆阻拦不成 试图命令我 否则我要你好看 呵 事到如今还要装逼呢 搬空最好 无论什么都给我搬 我对喜笑颜开的亲戚们 一字一句道 这样更方便我砸房子 亲戚微行动力很快 生怕自己输给别人 就连红木沙发都被他们齐心协力搬走 可谓是牛逼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楼层 在心里对他们竖起大拇指 而婆婆和小姑子已经哭到叉气 贪坐在地上半死不活 婆婆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两天时间 事情居然会变成这样 我也懒得看他们 挥起铁锤就是砸 别问为什么不请人 因为自己砸的时候是真的爽啊 感觉每一锤 都锤在婆婆的心肩上 让她痛不欲生 啊 婆婆突然哭喊起来 我的家呀 我的家呀 她一哭 我就更兴奋 砸得就更用力 你不要再砸了 不要再砸了呀 婆婆看着我 老泪纵横 我错了 我向你认错 你快住手吧 小姑子咬着牙 恶狠狠瞪着我 又对她妈说 妈 别求她 她不会停手的 你就让她砸 婆婆听小姑子说这话 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 都怪你没用 非要嫁给二流子 就不能找个有钱人吗 好歹让我能够靠着你呀 我不求她 难道求你吗 婆婆越说越激动 巴掌也啪啪响 你又不在这里住 我还要住啊 他们突然狗咬狗 倒是让我来了兴趣 妈 我可是你女儿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 小姑子被打到愣住 不可置信看着婆婆 婆婆闻言 又甩了小姑子两巴掌 我是你妈 想打你就打你 你还不如一个外人 起码她还养着我 则 这会儿承认我养她了 可还是把我当外人 真是一条养不熟的狗啊 小姑子正要和婆婆吵起来 她的黄毛老公突然出现 见人 卡里怎么就两万块 其他钱呢 小姑子看到黄毛 吓得往婆婆身后躲 婆婆直接一把推开她 滚远点 别连累我 小姑子瞬间孤立无援 瑟瑟发抖地说 没 没了呀 就这么多 黄毛怎么可能相信啊 死老太婆每个月给你五千块 这都好几年 怎么可能才两万 你再不拿五万出来 我就弄死你 黄毛扯着小姑子头发 给了她几巴掌 我看得直皱眉 这么可怕的场面 我的嘴角 竟然比KK还难压 小姑子哪里拿得出来钱啊 她剩余的钱 都被她偷偷花了 别打了 我找我妈要 我找我妈要 小姑子被打得眼冒金心 看向必知不及婆婆 妈 给我五万 不然她会打死我的 婆婆怎么可能借五万给她呢 虽然疼爱她 但那是之前的事情了 以前我给她每月一万 现在我这么狠 婆婆用脚趾头都知道 我不可能再给她钱了 她要自己把钱留着 不然吃饭都成问题 我没钱 打死就打死 你不死也没用 婆婆的拒绝 让小姑子绝望不已 黄毛听到借不到钱 也把小姑子拖回去 很显然 迎接小姑子的 是她年轻时候 错误选择的代价 哦吼 热闹没了 那我要继续努力砸了 林娇 求求你 住手吧 婆婆看我再次扬起铁锤 如同战败的攻击 向我认输 可是我为什么要住手 你看我想理你吗 我冷笑一声 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把房子砸得稀巴烂 而我的婆婆 期间疯狂给我老公打电话 可是笑死人了 根本打不通 她出差的地方 出了名的没网络 与世隔绝 想找她 那就想想吧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把别墅恢复原样 等我儿子回来 我不会让她放过你的 婆婆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要你们离婚 离婚 我笑得灿烂 看着如同废墟的别墅 世上男人千千万 我有钱有盐 还怕找不到男人 婆婆万万想不到 我会说出这番话 顿时双眼瞪大 你 我什么我 我把铁锤重重 往地上一扔 有种就让你儿子 和我离婚 我倒要看看 你儿子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婆婆气得要死 哭喊着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我特么真是书可忍 审不可忍 你给我滚出去 我把婆婆扯出别墅 指着破瓦房 那才是你的家 进去好 少在我家鬼叫 婆婆不敢相信 我真敢把她赶出来 你真敢让我住这破瓦房 哼 我好笑看着她 我家我说了算 我为什么不敢 我不单只敢 让她住破瓦房 我还敢把别墅门锁换了 让她进不去 婆婆被我的换锁操作惊到 等她反应过来 所以已经换好 没有我的钥匙 她到死都别想进去 你真的敢 你真的敢啊 婆婆指着心患的锁 气到头顶冒烟 我不敢 还有谁敢 我笑得过瘾 你就老实 住你的破瓦房吧 那才是你的家呢 老太婆 我怎么这么可怜啊 老了还被儿媳妇欺负啊 我的儿子啊 你可快回来吧 你妈要被欺负死了呀 我翻了个白眼 无视婆婆哭天喊地的表演 启动我的麦巴赫 潇洒离去 我爱你 咱们 我爱你 らい掌 thin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